爱情的报纸期有多久呢?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,有人终究会变心,有人却可以坚守一生。 从良意记的女儿春香,相信自己的爱情永不变质。 她和贵族孟隆相爱,私下里成婚到了夫妻,孟隆不得已跟着高深的父亲离开,承诺科举高中后一定回来。 从此春香日死夜盘,春去秋来一等就是两个四季,旁人心里都清楚,走的人都说过要回来,可最后一个都没有。 等下去多半没什么结果,开始有人上门提亲,聘礼都是重金,足以保证春香过上富贵日子。 她对爱情的忠贞从未动摇,下了决心要守洁,哪怕一辈子孤苦也不变心。 所以搬来金山银山,她也不答应,所有的聘礼一一退回。 漫长的等待看不到尽头,又来了新石道大人。 自从孟隆父亲离开,当地便没了父母官,百姓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,穷得连饭都快吃不起了。 新来的这位不是善茬,要争两纳贡是个气压相邻的恶人,他还是酒色之徒。 刚刚到了新府底,张口就问,当地谁长得最漂亮,春香因此造了羊,美丽竟也成了罪国,要被权贵所欺压。 正聊着,有百姓闯入,不求施舍,只求不要斟量,否则不知还要饿死多少人。 提出的要求,合情合理,父母官就要有百姓所有才对,石道当场问下人,库存粮食还有多少,如今有六百多单,却不是平民救济粮,是供他这个官员使用的。 一家人哪里用得着如此多的粮食,他不仅没想过帮助百姓争凉的计划也不变,求情的平民被打了出去,面对平民使他完全不放在心上。 前脚刚把人赶走,后脚就想见一见春香,他的到来让一方水徒不得安宁,春香也知道自己恐难自保,开始连夜织布,要给家里侍女香丹做一身假意。 家里一直不富裕,香丹跟着没少吃苦,现在他有了相爱的房子,应该早一点出嫁才是,免得被牵连到变故中。 石道终于派人请春香,一手劫为友,遭到拒绝。 他突然求其次,扬言只要见一面就好,看看家人长什么模样。 这次没了拒绝的理由,春香母亲拼命地拦着棺材,奈何她一个老妇人,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。 春香知道躲不过,拿出梦胧留下的镜子,再一次签订手机的决心,然后主动隐约。 她是迫不得已,不然母亲会为难,甚至激怒时到,给全家带来灭顶之灾。 与其走到那一步,不如自己做出牺牲,大不了,以死明治。 石道尽了美人有些忘心,张口就是难听的话语。 在她看来,异计的女儿好不到哪里去,只是在假清高罢了,只要给的好处足够多,必然可以一清方泽。 几句话的功夫说出心中所想,她还从未对平民客气过,遭到拒绝心中有些恼怒。 春香舔了心不妥协,哪怕爱人这辈子不回来,她也要一直等下去。 忠贞的爱情观触怒时到,软得不行来硬的,用全力气人,向来是贪官的看家本领,就像狗生来懂的看家护院,是刻在骨子的本能。 面对步步紧逼的贪官,春香语出惊人。 她说没听过只有贵族才能守节,而且作为一方土地的父母官,应该多想想怎么施善真,而不是做一些蛮不讲理的事。 虽然没说一个脏子,却骂得使道,心里难受,每一句都说在痛楚上,若是吻心无愧,面对这些话可以不在乎,可若是做了坏事,反而会在意。 春香并未打住,反问道,若是外敌入侵,身后破碎那天,使道成了俘虏,是不是也能辩解投敌? 这句话没有羞辱蔓麻的意思,只是个恰当的比喻而已,这次表明不稳身于任何人的想法,呛的使道,无法反驳。 堂堂官员辩论不过妇人,恼羞承诺要知罪,冠冕堂皇地拿出法典,安插一个抗拒官长命令的罪。 亲者接受刑法,重则是死罪,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,哪怕大难临头,春香的目光依然坚定,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。 反问道,居然刑法分明,那么威逼有夫之妇的使道,又该判个什么罪? 他说得有理有据,最后却是挨板子的那个,哪怕忍不住痛呼,依旧咬牙坚持,今天被打死了也无悔。 事到没有瞎死守,打了一顿后把春香关入大牢,他有时间慢慢耗着,反正受罪的不是自己,不幸春香能坚持到最后。 牢与生活,凄苦无比,春香不觉得委屈,只是爱人一去两年多,至今没有写过一封信,让他放不下的是心中的思念。 他也不肯学性联系,想让梦龙安心读书,恐怕这辈子真的相见无望。 入狱时还是夏天,转眼又是冬去春来,时到的日子依旧滋润,他挪一百姓干活,又肆无忌惮的斟粮,所作所为本就不合理,为了多拿点。 还亲自在现场盯着,硬说交上来的粮食没有筛干,里面还夹杂着干草,每一袋粮食里要多收一斗,为了自圆其说,下令把倒霉的百姓打了五十大板,如果谁家不能按照要求缴纳粮食,就抄家,没收家产,这是要把百姓往绝路上比,民间怨声载道。 丧尽天凉的时到对春香念念不忘,最后一次派人游睡,他即将过生日,那是最后的期限,春香还不低头,要出一丝心,王土之上竟没有王法,春香也认命了,不管会不会死,他都要守住自己的忠贞,哪怕来劝一万次,给出的答复都不会变,没有底线的人不会了解这种精神, 消息传开,香丹和坊子来探监,他们还有最后一个办法,给孟龙写信叫回来,或许还有一线希望,坊子是孟龙以前的家丁,相信公子不会绝情,春香不想写信,怕爱人受了打扰,考不上公民。 所以开始安排后事,希望向丹夫妇帮忙收拾,顺便照料一下,孤苦伶仃的老母亲,听着决句的话,坊子苦心劝解,终于说动春香写了求救信,也是一封诀别信,春香的想法很简单,希望去世前与爱人见一面。 坊子带着信件,马上出发,一路上跋山涉水,路途又一千多里,想在时到生日前回去,他不能耽搁片刻时间,一路上走坏了好几双草鞋,体力也渐渐不支,速度逐渐慢下来,但时间从未停止流逝,行之半途他遇见一位乞丐,仔细一看,是梦龙,见面不管主仆之别,责怪公子太过绝情。 三年来竟没有一封书信,冷静下来痛呼命运不公,如今梦龙落魄到新奇的地步,拿什么去救可怜的春香,不过他依旧把事情说明白,交出了信件。 其实当年的誓言,梦龙不曾忘记,只是他也有难言之隐,看过信件怒气难平,下意识受要罢免时到的官职,一句话让坊子明白发生了什么,自家公子才学初衷, 再不济也不至于兴起,唯一的可能是隐瞒身份。 朝廷有一个暗行御史的官职,平常不能暴露身份,到处游访找出贪官。 梦龙有底气说硬气的话,必然是客举高中当了官,权力大的吓人,这下春香有救了,既然身份暴露,梦龙也不藏着掖者。 命令暗出的手下,把大嘴巴的坊子给扣留,怕走漏了风声,又怕一部分人先行一步,搜集使道犯罪的证据。 面对猎气斑斑的贪官,这项工作并不是太难,就等生日宴会那天,来一次镇压行动,也给来参加宴会的官员提个醒。 行动前夜,梦龙败回岳母,始终没有暴露身份,被责骂怪罪也不在意。 一去三年了无音讯,本就是她的不识,只是熬过一夜,事情就会有决断。 吃过粗茶淡饭,她去了监狱,昔日家人面色憔悴,却不曾抱怨一句。 当梦龙被岳母责怪,春香还在帮忙脱罪,丈夫能回来,说明爱情没有变,她死也无憾了。 梦龙看得心里难受,嘱托春香坚持住,千万不要做傻事,她会想办法解决问题,然后投意不回地离开。 第二天时到大摆宴席,庭院里各无生平,附近的官员纷纷来道贺,梦龙以起干身份闯入。 于莫喜吃肉喝酒,大喜的日子,迟到不想坏了气氛,想着让起个写诗,做不到变得名正言顺地赶走。 梦龙不声不响地写下,竹泪落始,明泪落,歌声高处,怨声高的诗篇,放在一位官员身旁离开,在座的都是人精。 早已听说有暗星玉石到来的消息,看过诗篇后,有人中途离开,其他人看了心里慌,接着连散地败读诗篇。 凡是看过的都不敢留下,和石道扯上关系肯定被问罪。 随着鼓声响起,暗星玉石的手下展开行动,石道被包围才明白发生了什么,想从后门偷偷地跑,被等候多时的房子打了一顿。 石架在春香身上的痛苦,他都得体会一遍。 等到风波平息,老百姓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春香被带出大牢,还以为死期将近,震惊危坐的官员掩盖面容,他以为那是妄恶的使道,依旧强硬地表态要守戒,被处死也不怕。 其实高堂上的人是梦龙,听着妻子的话语,毫不心疼,当其公布身份,跑过去扶起来,分别三年的夫妻重视重逢,也打破贵族和平民不能相恋的枷锁。 春香传下部,讲述的是妻子忠贞不渝,等到丈夫归来,并脱离苦海的故事。 若是没有最初的坚持,哪怕等到当官的丈夫回来,或许也不会有圆满的结局。 这死不渝的信念,换来的是以后的地久天长,所以说两情若是长久时,不需要只求眼前的相伴,每一次分别,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